全院会即将在台中市登场 民众除了可以进场近距离的观看精彩的赛事之外 台中最迷人的夜市小吃 也能够帮游客好好的寄计武藏庙 先两连一次的全国运动会 不仅台中市政府准备好了 就连台中最迷人的夜市也欢迎民众一起来尝鲜 就在逢甲夜市旁边 里头可是什么好吃的全都有 印度拉茶香味适宜 正港的要排20分钟才能买到的烤香肠 也让人很流口水 像传统的可能就只有菜脯跟甜辣酱吧 我们就是有加很多小黄瓜 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炒的配菜这样 所以吃起来就是会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用炼乳跟茶做结合 用拉的话冲击性比较大 跟外面用奶精奶粉做奶茶不一样 这样拉会比较香 而且冲击性比较大 逛完了夜市也别忘了台中一中旁边的风人兵 老字号台中人全都知道 外地客来帮全中运的选手加油打气 也要记得帮自己笑笑暑气 台中市已经卖了六十几年了嘛 最主要的话材料我们都是冰淇淋豆子 酸梅冰我们都是自己制作的 然后就是有很多人怀念就觉得说 都在比较古早味这样拉 迎接全国运动会台中市全力以赴 欢迎全国民众一起来 不仅可以帮选手加油 还可以近距离欣赏精彩的赛事 还能够顺道祭祭武藏庙 一举好挤得 中天新闻 后市门夜南州台中众和报道